5月6日隋唐出席古之书宗正倡导学会 化身关怀大使宣导微电影 世上最遥远的三公分 故意子女关心家人避免古松的威胁 而母亲节快到隋唐等赏陪妈妈旅行 来犒赏妈妈的辛劳 但妈妈却表示希望把今年的礼物 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好像在报纸上会看到一个报道 是说有一个好像是云林的黄妈妈 好像她是需要一个冰箱 就是我妈妈跟我讲的讯息 她说你去看一下那个妈妈的状况怎么回事 你去找一下你报社的朋友问一下 她说你不要送我礼物啦 你送那个妈妈冰箱好了 所以我觉得我妈妈怎么人这么好 所以今天早上她跟我通电话的时候 让我觉得很温暖 隋唐对狗狗的爱心也不落人厚 对于之前新闻报道有不到的人士 利用狗狗的爱来敛财 让隋唐连姑好扯无法接受 超扯的 我觉得超扯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之前 上个礼拜我才看了一篇 就是网路 Facebook上很多人很多人在转寄的一个狗狗的 生前遗言的样子 那一篇我自己都看到大哭 但是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 这些人如果利用别人的 对自己动物的爱 还有那种怀念来赚钱 我觉得好不道德喔